所以每個年代每個年代的立書 可是我覺得國民黨這反應很奇怪 林透說什麼 林透說 75歲以下的大陸人民 賴清德要放棄嗎 想要包那邊的牌就對了 75歲以下大陸人民賴清德要放棄嗎 不是啦 75歲 你聽得懂林透說什麼 75歲以下的大陸人民 就不讓中華民國統治過了 所以林透的意思是說 那邊也是中華民國的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75歲以下在中國的這些人 也不讓中華民國統治過了 什麼爛清德要放棄嗎 到底要放棄什麼 李彥宗說超過80的是日本 國民黨統一說法 你就是說 對 中華民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諸國 中華民國歪歪歪歪 這樣才對 這些人 這些人都認為中國 所以趙少康就要去問這些人 你們在搞什麼東西 現在不可以講 賴清德如果講 中華民國是祖國 這句話拒絕 不能講 我們想一下看要怎麼改 因為現在 現在 這樣灰灰灰灰 然後這小粉朗也很困難 你照得 你應該是把賴清德 用起來 然後開始罵賴清德 結果他都上去 也不知道怎麼解決 馬上被下架 小粉朗你技術得好 你可以改一下 改用台語還是怎麼樣 去你們團 去你們團 林透 林透你這句 我現在國民黨很痛 否則國民黨 又派結花一點 七十五歲以下大陸人民 賴清德要放棄嗎 沒有擁有就沒有放棄 好不好 沒有開始就不會有結束 林透 那我也想說國台辦 是不是因為這個十億連假 所以他們第一時間沒有回應 反倒是國民黨氣得跳腳了 你看如果他們說了 小粉紅說中華民國 早在1949年就滅亡 國民黨是應該要生氣的 跟他們過去理念不一樣 但沒有想到包括李彥秀 他們是國民黨的文常會主委嗎 反過來罵賴清德說 最失態的語言變成了道場的焦點 不是啊 用中華民國論中華民國 這不是國民黨過去所說的嗎 中華民國是祖國 到底國民黨會對一個有意見 中華民國四個字 是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 叫台灣這些人的祖國 對一個有意見 國民黨給你出來說 你們以前你們什麼中產 中華民國萬歲 萬歲 萬歲 不是這樣嗎 你不是祖國最大嗎 幾萬歲了嗎 現在六千頂這樣說 你們又有意見 所以他們內心的祖國是哪裡呢 他們內心的祖國是哪裡呢 他們內心的祖國就是中華民國 對啊 那幹嘛罵人呢 幹嘛不爽呢 他們說他們祖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會啊 他們祖國就是中華民國 到底這句話什麼不對啊 所以這國民黨的 我說那第一時間 這個總統在說的時候 下腳的國民黨的大家都打破 大家都打破 第一時間都打破 那是雄雄 儘管兩三點 你說聽起來怪怪 聽起來怪怪 爛青 今天會說這個話 對 因為那總統在講這個的時候 他有出現 柯柯兩聲 柯柯 他的意思是說 大家如果說祖國的時候 用字要精準 他就說下腳這些人 大家 如果要這樣說這個 要說中華民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祖國 這聽起來 如果立書上用這個年代來算 當然是對 我們台灣長期去用殖民 住在台灣的人 也許是大清國來通知 也許是荷蘭人 荷蘭人也透過台南的 還有日本 還有日本人來 中國人來 很多人來台灣 這裡的殖民 我們的學衣裡面 多數都沒有人到 所以你說自己的祖國是對一國 一家李彥秀說的最好 他說 那超過八十歲的祖國 不就是日本嗎 他們出生的時候 是日本時代不對 他們出生的時候 他們看到的國家就是日本 所以在這裡的台灣人 差不多八十歲的台灣人 沒錯 他心裡 因為他出生的時候 他是日本人 他是日本的通知 他總不會出生 一歲兩歲三歲的時候 說我是中華民國國民 那個年代 所以每一個年代 每一個年代 每一個年代的立書 可是我覺得 這個國民黨才的歡迎很奇怪 林桃說什麼 林桃說75歲以下的大陸人民 賴清德要放棄嗎 想要包那邊的牌就對了 75歲以下大陸人民賴清德要放棄嗎 不是啦 75歲 所以林桃的意思是說 那邊也是中華民國的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75歲以下 在中國的這些人 也不要讓中華民國通知過 所以林桃的意思是說 那邊也是中華民國的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75歲以下 在中國的這些人 對 中華民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祖國 中華民國 這樣不太對 不然你們這幾軍走去中國 陳玉珍說祖國 陳玉珍你們又說我們什麼 我們高層 回去跟我們什麼北京講 我們高層講一遍 高金蘇妹有 高金蘇妹有說 說我們習近平 陳水生說中國是我的祖國 也不為過啊 蔡正玉說中國才是祖國 蔡正玉今天再說一遍 他臉書又再PO一次 再解釋為什麼中國是祖國 洪秀柱就不用說 洪秀柱就專門在推動 中國是祖國 這些人 這些人都認為中國 所以趙少康你就要去問這些人 你們在搞什麼東西 現在不可以講 賴清德如果講 中華民國是祖國 這句話拒絕 不能講 我們想一下看要怎麼改 因為現在 現在灰灰了 這小粉紅也很困難 你照得你應該是把 賴清德用起來 然後開始罵賴清德 結果他弄上去 也不知道怎麼解決 馬上被下架 小粉紅你技術得好 你可以改一下 改用台語還是怎麼樣 去你們那裡團 去你們那裡團 林濤 林濤你這句 我真的國民黨很痛 不然國民黨 又派結花一點出來解釋 75歲以下大陸人民賴清德要放棄嗎 沒有擁有 沒有開始就不會有結束 林濤 我們先問一下小平哥 小平哥你聽得懂 林濤在說什麼嗎 我不是很清楚了 75歲以下的大陸人民賴清德要放棄嗎 他跟我們 有什麼關係 有互歷屬嗎 互相歷屬嗎 我這樣講 我的立場先講 我的立場就是反共反台獨 就我個人立場 我中華民國派 現在他們的 國民黨你們的中心是想到什麼 我們當然有些人說是祖國 這個我也看到了 就是紅統 那紅統的話 顯然在選舉不是主流市場 那紅統是不是我們的票 不投票會不會死 是會死人的 我們大概三分之二是中華民國派 三分之一是 那邊的票也要說要包一下 民進黨也 台獨票都不投民進黨 他也不會當選 那你自己講平心而論 賴清德這樣講話 你贊成嗎 大家聽一個講話沒有錯 可是講話實際不對 實際不對 當然不對 生日三件事 這也是你們辦的 你們不要急 生日的三件事 說好話 存好心 做好事 蠻好的我覺得 那你去逗人家幹嘛 生日有在吵架的嗎 請問每一位 你們誰回答我 所以你們就是覺得蓋牌不要談 然後國進晚會就照辦 當然不要那麼偏培 聽我講完 那今天可不可以講 當然可以 我聽我講 我講完你們再說 什麼時候 很簡單 我跟你講 沒事不惹事 有事不怕事 我們對老共 你要惹人家幹嘛 是不是 我也不喜歡老共 我不喜歡老共 大家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今天重點是什麼 今天你中華民國的時候 生日對不對 你就說祝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我是供奉其聖 我是中華民國總統 那唱國歌大聲唱 這樣就好了 他有這樣做嗎 沒有 所以他也做太左邊 國民黨魂也太右邊 所以台灣沒有中間的力量 我跟你講 但吳宗憲做很好 誰 吳宗憲 吳宗憲 那他的想法 我覺得我們覺得不好 所以請教一下范老師 剛剛小平哥學 Timing不對 但沒有啊 學者小立元就說 超越老台獨派的建國論 他覺得巧妙蠻高明的 那趙稍看也說 是莫名其妙亂講話 那到底你覺得哪邊看得對了 其實我看到很多藍營的人說 賴清德完蛋的 獨派罵死他 有嗎沒有啊 也沒有啊 對不對 反正是把民進黨的盤擴大了 把中間的選民拉進來的 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叫中華民國台灣 叫中華民國台灣 都是代表我們 所以國民黨是跟著拍手想想 好像不對 這樣盤被吃掉了是不是 而且我跟你講 因為今年 那個我們的國慶的籌委會 是這個韓國瑜 所以很多的韓粉從海外回來 很多 包含那天的國慶的晚會 甚至打敗成韓粉 所以你看整個的布置 就很像韓國瑜的造勢活動 很像國民黨的全代會 可是賴清德為什麼還去 他們明知道在做的都是韓粉 而且這些韓粉過去八年 是從來不回來台灣慶祝國慶的 因為那時候的國慶委會主委 是立法院院長 是游錫坤嘛 對不對 就是民進黨嘛 不願意回來嘛 所以賴清德是 不入虎穴淹得虎子 我就是要在這個地方 我就是敢來這個地方 而且我講這個話 連台下的很多韓粉也鼓掌 不能否認嘛 他要諷刺個什麼 他諷刺兩件事情 一個是什麼 就是在今年剛剛講話 什麼洪西東組也不要講 很多明星 台灣的明星 未來要跟中國表態 被迫在這個微博上說 祝祖國生日快樂 他要告訴這些年輕人 你們搞清楚 哪個才是我們的祖國 我們中華民國的年紀 比中華人民共和國大 要講祖 什麼叫祖 就是年紀大叫祖 祖先 中華民國還是祖國 你搞錯了 第二個 他說在中國75歲以上的人 他那個時候 小時候他的國家是什麼 就是中華民國 他在暗諷什麼 他們還在懷念 那時候有民主自由的中華民國 而不是像現在習近平上來 倒行逆施 專制獨裁 經濟每況愈下 民不聊生 公務員拿不到薪水 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才是中國害怕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為什麼 國台辦今天不敢出來 出來這個反應 他不知道什麼反應 你說現在中國還在放 十一億長假 過去中國放假的時候 國台辦他有發言人 他會自動的發表言論 他一定是有留守的 他只是不知什麼否 他不能說沒有 一直說對 你們中華民國是祖先 不能這樣講 怎麼樣講都不對 他還不能說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在1949年 已經被我們取代了 已經亡國了 他這樣講國民黨 不是很難看 所以我覺得他不動輒得救 那我覺得賴清德 其實你看他從520 就職以來 他的金句連連 從這個中華民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開始 對不對 到什麼愛魂條約 到什麼2758號決議 不應該拘束台灣 到我們看到他最近說 兩岸不能簽署和平協議 到他今天講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會是中華民國的這個祖國 我覺得他是反手 不能說攻 而是他就拋出很多議題 讓你沒有辦法回嘴 對 這裡面沒有一個中國 可以回嘴的 包含講這個阿川最熟的 愛魂條約 對不對 愛魂條約 中國不知道怎麼回嘴 太久了 太久了 而且那個是 後來是江澤民時期 他本來是清朝簽的 江澤民他後來 又跟俄羅斯在簽 說我們同意 我們接受土地給你們 這上權辱國是誰 是江澤民 是胡錦濤 所以中國不敢講 所以我覺得 他講的這些都是 打到中國的痛處 那我必須要講 以共產黨是指 跟有實力的人打招道 今天如果你的什麼都 我們就跟鞠躬哈腰 他根本看不起你 但是我覺得賴欣德 就展現出 他對這個東西的了解 有很多人說 他不懂這些兩岸 國際 他當醫生的 當台南市長 都很local的 不懂這些東西 你看他最近不斷 在拋這個東西出來 而且引發什麼 國際媒體的高度關注 你看剛出2758號決議 那個事情 對不對 跟台灣無關 我們台灣都封柯文哲 沒人管 國際媒體草多大 對不對 包含他這一次的這個 講的這個中華民國 這個祖國的事情 英國的衛報 很多媒體都報導 就把台灣問題 國際化了 台灣問題被國際關注 我們才會更安全 你順著中國講 台灣問題被國內化了 被特區化了 那中國當然樂見 所以我覺得 就是要去凸顯 這個相關的問題 更換論你看 就是因為 蔡英文在過去八年 讓台灣的問題國際化 當然我要感謝習近平 沒有他們也不可能 對不對 所以台灣才被國際看到 所以你看為什麼 蔡英文即將要到捷克去訪問 而且是很高規格的接待 表示把台灣拱向了世界舞台 台灣被國際看見 只是我就覺得 國民黨在走那個倒退路 我看那個國際晚會 那個江蕙唱完歌 大家都走一半了對不對 當然就是為了 江蕙去了嘛 整個活動感覺就是 感覺國民黨的風圍回來了 但我是覺得 民進黨過去的國際是 從小的是國大於黨 是以台灣整體為主 他的各種設計 logo都是很創意的 你看這一次 就是變成黨國文化 出現了 我覺得那只是 讓森蘭的那一塊抱船取暖 他們當然很開心 唱什麼甜蜜蜜唱得很開心 但是我覺得 反而沒有把過去那種 多元包容的 那個文化的氛圍展現出來 我覺得是蠻可惜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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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